哈联市立幼儿园日前执行的中庭排水切钩工程 在园内中庭廊道设置排水钩 将雨水引流至沟体内排出 避免过大的雨势造成走廊及淹水 而市长魏佳彦也感谢市民代表 同时也是市佑家长会长杨泽峰的建议款溢柱 让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保障园内的学童行走安全 由于花联市立幼儿园中庭市开放式空间 每逢大风大雨容易有积水泼扫到走廊情况发生 园方试着以修建防风防水帘幕作为改善 但仍有滴漏问题 加上园区地势并非水平 雨水还是会向教室汇聚 园长李飞玲反应后 市佑家长会长杨泽峰代表 透过建议补助相关经费 完成事工所办理的中庭排水切钩工程 在几次来到校园的时候 都发现说每当下雨 走廊上就会有积水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希望我们市佑这边 可以让学生有更安全的环境来学习 所以这次就争取经费来改善我们校园的环境 那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在一个安全快乐的环境长大 那其实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的杨泽峰代表 也是我们的杨泽峰会长 那其实也跟我们在这边反应 那积极的来争取 那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下雨的时候 在当初的设计可能没有很完善 然后会到我们的水会泼到我们的人行道上面 那导致于孩子们可能会滑倒 那现在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排水沟的一个工程 那也希望说我们的水质可以赶紧的流出去 让孩子们避免在人行道跟可能在走或是奔跑的时候 可能会滑倒 那也要谢谢我们的杨泽峰代表 非常的对我们的私幼的一些相对一些建设 都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 那最后也要谢谢杨泽峰代表 那也希望说未来代表会能够更支持 我们私幼的一些各项的一些工程建设 杨泽峰表示感谢卫市长长期关注孩子教育 积极改善教学环境 家长会跟世代会将持续支持华联市佑各项活动 及教学设备的补充 市长魏嘉燕也感谢代表会对华联市佑的支持 市公所也会吸手世代会对幼儿教育的软硬体 请全力协助 为孩子们的教育努力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